拜登入主白宮之後 推動電動車產業 現在這個美中之間 事實上很大的力道 都投資電動車產業 而且鋰電池支付 他預測Apple Card很快就會發來了 對 我們知道最近 因為那個iPhone 13塊來了 所以帶動這個蘋果的股價 還創了新高 那其實去年就盛傳 這個Apple Card是不是快要亮相了 但是呢 這個鋰電池支付呢 也是諾貝爾的那個 得獎的得主 基業帳 他就表示說呢 這個蘋果Apple Card呢 如果說要在2025年之前出來的話 那他勢必就要在年底 要有一些相關的內容要出來囉 然後再來呢 因為最近這個運輸呢 跟數位科技的發展 其實他也預測這個共享鋰電池 會發展非常快速 可能2030年到2050年 這個共享電動車就會出現囉 然後呢 其實2014年 蘋果就已經推出這個 開發自動駕駛技術的 泰坦計畫囉 那其實今年也傳出要跟這個 現代啊 還有奇亞 一起要打造這個Apple Card 但是破局之後呢 他現在聽說還在韓國 尋找他的夥伴喔 那很有可能 2025年之後就會出來了 那其實不只這個特斯拉 在做電動車喔 現在是百花齊放喔 像瑞典的這個電動車製造商喔 他就推出一個 專門幫這個城市物流打造的16噸 電動商用卡車喔 那其實他從這個原型車喔 到進入正式實測的階段喔 大概只花了八個月的時間 然後非常的快 那他現在正在測試說 電池的性能啦 還有他這個車斗的裝載啦 還有電動馬達的這個耐用程度喔 那為了確保他能夠在各種天氣裡面喔 來這個進行運送喔 他還要進軍這個北極圈喔 就是來看看他能不能在這個酷寒的氣候之下 也可以使用 因為北歐比較冷嘛 那他的電池 他的系統可不可以耐冷 也是一個考驗 對 然後其實我們知道喔 這個亞馬遜也沒有缺席這個電動車喔 他投資的這個電動車新創喔 Rivian喔 最近呢提交了上市的申請文件喔 那估值有望達到800億美元 那這個馬斯克呢 就在推特上面說喔 不是他無理取鬧 但是至少他們在上市之前喔 每10億美元的估值 至少應該要賣出一台車 怎麼到現在都還沒有看到車喔 他覺得說 都還沒有看到車子 這樣的不太合理 那其實呢800億美元的估值喔 已經超過這個通用汽車喔 跟福特汽車喔 其實也超越這個中國電動車 汽車新貴喔 這個未來汽車喔 所以呢 就是他覺得說 這樣是不是不太合理喔 那我們看這個德國喔 現在推出了這個32萬元的電動車 你看是不是非常的可愛喔 對 我們知道電動車喔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充電喔 那他除了非常便宜之外 就是32萬喔 他也搭載這個 我們知道這個GoGoRoe的車主喔 他就是騎到哪邊 就到哪邊換電池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在這個 就畫面這裡 你看他在換電池 然後他電池的感覺 有一點點像一個小型的行李箱耶 對 其實他做得非常的潮對不對 然後只有32萬喔 對 然後然後他呢就有四顆的這個電池呢 就放在他的這個後車廂的下面 那你找到哪邊就可以換 然後你還可以加錢哇 就選購他這個車頂的行李箱 然後你還可以帶更多的電池 喔喔喔喔喔喔 oh 對 所以以後就是走到哪裡換到哪裡喔 對 這也是有道理 因為有的時候就跟換輪胎一樣 你電池如果當機的話 你趕快換一個新的啊 對對對 以後就會非常的方便 不用煩惱這個充電裝的問題囉 另外我們也看到喔 你看這台車也是非常的可愛喔 20万有找的双人电动车 对你看它长得很像一个三轮车 它长得像摩托车胖一点 把它驾出空间来 对但是它的安全性 一点都不输这个电动汽车 因为它是用钢跟铝合金 来打造的车体 那它有提供三颗防护气囊 然后包括这个车 那个偏离的装置 还有紧急刹车 这种辅助的驾驶系统 其实它都是有的 我们画面现在看起来 它其实长得并不是很大 所以它可能也比较不占空间 比较不容易塞车 对它其实这个车身非常的小 然后可以非常灵活的 然后不要看它有标配 是提供暖气 然后你也可以选冷气 就是冬暖夏凉的一个概念 然后更重要是 它如果使用快充 它只要45分钟 它就可以充保电 那以后如果这个普及的话 摩托车怎么混 对啊其实现在机车也不便宜 对那你看它有提供这个租刃 或是直接购买 它租任一个月才不到3000块台币 真的 对那购买的话就18万 对那它在亚洲部分 可能2023年就有机会可以来了 好所以全球真的是五花八门 有各式各样的新的 非常的新动 对那我们看到这个电动车 还可以拿来做什么 这个福斯的电动车平台 还拿来打造游艇 对它跟这个奥地利的游艇制造商 一起打造了一个太阳能的豪华游艇 我们可以看到照片上面 它这个上面就是满满的太阳能板 它把这个电动车零排放的这个绿能 这个画面 它等于是游艇的屋顶就可以吸收太阳能 然后它的游艇的动力 跟需要的这一个电能 就可能靠太阳能来转换 对那它其实使用的那个电池 就是在这个船的下面 然后来推进这个马达 然后再进而推进这个螺旋 那他们说呢 这个技术呢 不只使用在这个船上面 未来可能还可以使用到航空上面 那等于是所有的人类社会的 这一些运输设备 都有可能将来都会全面性的这样使用 对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是马路上跑的 然后是海上转的 然后天空飞的 将来都可能全面的无人化电动化 对上次说还有飞天计程车嘛 对对对 飞外太空的以后可能也会自动化 对 那我们看到这个小米呢 也正式注册这个电动汽车了 那上一次我们才提到说 这个华为 其实在他们的店里面 也已经开始在卖电动汽车了 那主要就是搭载的 那个华为的软体 所以呢这个小米呢 他们预计呢 未来十年要花到这个100亿美元 然后来打造这个电动车 所以呢未来的中国的市场呢 就会非常的热闹 有美国的特斯拉 然后有这些小米啊 华为啊 未来汽车啊这些等等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